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的一个使用方法是比较相近的 可能会有其中一些小细节不一样 那么接下来最后一个案例呢 我们来巩固一下就是我们在曲面上做的纹理是如何实现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移过来 那么我们构建好的一个模型呢 是长成这样子的 非常的漂亮 它是左右出模的 但是孔阵呢 我们是附在其表面上 原创的一个模型呢 它的孔阵呢 它是直接垂直往里面打的 那么垂直往里面打的话 可能边缘的一个孔洞呢 会出现遍及一种现象 那么这一次我用参数画做的话 我就直接沿着它发现的方向去走 可能出模了会比较困难 但是呢 如果好看的话 肯定是沿着发现去走的话 会更加的一个好看 那么到了这部分之后呢 我们要确定好我们孔阵的一个位置 我们将曲面切割到这个位置 还这个位置 上下的话也是切到这个位置来 好 切个位置来 我们可以在这里抽离多一块曲面出来看一下 好 这里复制多一块曲面 另外一块 然后我们隐藏一下它 这个贝壳一下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曲面是切在这个位置的 如果你要切的话也可以这样切 比如说在这里抽离一个结构线出来 我是一般 我是这样做 因为它是对称的嘛 我会这样子操作 用这个抽离结构线 抽离这一段 那这段结构线我就可以镜向过来 GH镜向过来就可以了 上下如果不对称的话 我们就另外另外去切 按提切换回来 这里切过来 这里切过来 注意带缩回的切割 缩回 那么这个曲面呢 我们就切割完毕了 就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去做切割的 好 这里曲面的就可以切割出来了 非常的一个快速 注意它控制点要缩回在边上 一定要注意缩回在边上 好我们只要在切割的位置里面操作的话 那它才是准确的 大家看一下它是往里面切近了一点距离 也是往里面切近了一点距离 上下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需要切割一下 那么我们拿到这块曲面之后呢 这曲面呢 我们前面说过了 因为它的控制点不均匀 所以需要按一下rebuild 然后去重建它 比如说u给它100 或者是v给它200都没问题 5接 那之后 时候我们重建完 它点绝对是均匀的 而且它是形成一个正方形 就OK了 那么此处呢 我也是利用launchbox里面的重建 命令 这样一起重建 OK我们找到launchbox的这一个 打开这个插件 这个插件呢 我们下一个案例中呢 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直接双击安装就可以了 这边我们直接给它重建 rebuild surface 这surface呢 我们直接给它 当然如果你们做好的话 一定要记得cycle1surface 而且并且注入进来 surface我们给它 然后degree呢 我们同样也是给它5接 给它 给它 然后u number还有v number呢 这里呢 我们就给它100 u number给它100 然后呢 v number了 给它200 只要让它形成正方形 然后点数多一点都没关系 点数多一点的话 影响它的一个运行速度的话 也差不多 因为用只用了12行秒 非常的少 这个我们controll加q 然后再隐藏一下 这块面我们就可以拿到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用到一个单元 这个单元就是六边形的 就是六边形的一个意思 那么我们选择这个面给它 然后我们给它进行划分一下 这里有个u division 还有v division 好u division 我们直接给它14 因为之前我们已经算好了 然后呢 这里的division呢 给它53 OK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算完了 好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会看到它得到是什么了 hexicon sales 就是得到的每一个六边形 我们看一下它每得到六边形 就是这一个框 得到六边形的框 现在我六边形一框 不能用这个框 我们用线装着它 对 这是每六边形的框 我们背给出来 就是每一个六边形的小框框 那么现在呢 我并不是要一个六边形 我需要的是这些点 所以santral santral 然后这里是一个中心点 我们需要的是这些中心点 看来吧 OK 那么这一部分呢 我们CtrlS CtrlZ 就可以返回 就不要贝壳的这些线了 OK 这个中心点我们拿到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了 它这个是一个多数据来的 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数型数据 所以这次处 我们不需要给它拍屏 我们待会呢 就会用到这里的一个点 然后这些点呢 会和我们的线进行干扰 FT影响在隔线前 那么我们干扰的线呢 我们画到中间这里来 我们画到中间这里来 相当于你现在 比如说你在这个曲面 你可以背可一下 我现在要做一下干扰线 就是在找到中间这个位置 就是它的一个干扰线的一个位置 OK 那么怎么找干扰线位置呢 和我们上一节说的那个灯泡案例 其实还是蛮相像的 好 这个这个原始的曲面呢 我们拿到 哎呀 做干扰线的这个原始曲面呢 其实正正常的说 我们就可以在犀牛里面 比如说这个位置 这个就是干扰的一个线的位置在这里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用GH来做 那么我们直接就给它找到 DivideDomain 然后再配合一个 ISOChain ISOChain 对 Segment给这个Domain 然后呢 这个Domain的曲面给它 这时候我们就分UV 这个分两个值给U 这边分一个值给V 好 这时候呢 这块曲面给ISOChain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找到 中间就有线了 这边我们可以先 看它的Q隐藏一下 看它的Q隐藏一下 这个点也隐藏一下 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拖动它的时候 就可以变多变少 当然我们只有两段就够了 OK 这个曲面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榨开 Brip Address Brip Address 直接给它 然后我们上一节中 已经有解释到了 这个就是外部的一个曲线 这个就是内部的一个曲线 这个就是一个非法的一个边缘曲线 好 那么这些线呢 我们只需要最下面这一个给它拍屏 因为我要它所有的线单独取这条线出来 所以了我们会用到一个指印 List Item 好 List Item 用到这个indies 这个锁印值去找到它的中间那条线 下一个案例也是选期 那么这个也是选期 也是一样的一个道理 OK 我们就可以找到它锁印值了 锁印值之后呢 我们的线呢 需要缩小一点 这个隐藏一下 这个隐藏 这个留下吧 OK 用到这个延伸曲线 Extend Curves 直接给它风格了 也是直线类型 那么我们直接给它一个素质 好 给它一个素质 37.55 注意 如果往回收的话 你现在一个拖给它的话 它是往外伸的 而且是直线延伸 看没有 大概这边是可以选择的 可以选择弧线延伸 可以选择圆滑延伸 这几个类型 大家可以去选择它 的类型 这里拉过来应该也是可以 比如说弧线 拖过来试一下 不行 要专门的在里面选择它 才是可以的 好 这几种类型 手动去选就OK了 那么现在我们给它一个负值 负值是 往里收的 negative 直接按着n就可以找到了 negative在这里 在mesh下面这个 negative-x 就是38输给它 就是-38 是不是 给它 给它 那么 这时候我拖用这个线 它就可以缩小了 对吧 感受到 好 缩小到一个范围值 所以我们直接给它 最大值到75 所以我们拖动的时候了 它就不会出现爆错的一个现象了 是吧 这个 它就在cue然后隐藏起来 OK干扰的这个线呢 和这个点呢 然后又可以联系在一起了 就可以产生干扰的效果 我们再来看一下感觉 你看一下我们中间的这个线呢 是在这里的 给它一个红色的 画的会清晰点 看中间的干扰线在这里 然后这些每一个点呢 然后到这条红色线的一个距离 我们就可以找到 我们再换个颜色 黄色 好 这些每一个点 都可以到这个红色的距离 都有一个距离 都有一个距离 都有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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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得越远的距离就越大 离得越远的距离就越大 但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离得越远的话 它也是越小的 所以待会呢 我们数字需要反过来 看到没有 数字需要反过来 这些每一个点到这个线 都有一定的距离 OK 我们通过找距离 然后做出来的 OK 找距离呢 我们用到的一个电池 就是 Pull Point 他用的是Pull Point 哪些点呢 是这里的所有的点 OK 我们给他 这些点的位置呢 我们事先就已经数好了 大家可以 可以根据我数的这些 U还有V进行 它的点数进行调整 也就可以了 当然 你可以详细的去数一下 我们这些的 长宽的一个数量是多少 把这个数量调出来就可以了 这个重建的话 只要确保它正方形 就OK了 OK 那么点给它 G-Match了 G-Match就是这条线 然后拖过来 这边也有405个点 那么它Distance就有405个 因为它不是数型数据 所以呢 只是多数据的话 你有多个数据 然后出来的话 它就有多有个距离 那么这个Distance呢 我们要外接一个 Graft Map 函数 如果你连接这个函数的话 我们连接一个 贝塞的函数 大家会发现 它这个值都是0到1的 它X0到1 Y也是0到1 X就是这个方向的 注意一下 X就是这个方向 这个Y就是这个方向 这都是0到1 这里都是0到1的 这个是Y 这个是X 那么这个函数呢 既然是0到1 我这个数值并不是0到1 它有4546几十 这什么数都有 但是它的区间呢 并不是在0到1的一个区间呢 所以此处呢 我们需要印识一下 这些值 让其变成了0到1 所以了 好 我们下一个案例讲的一样 这两个晕晓器先拖出来 Distance先求下它的一个最大值最小值先 最求到的是最小是0.382 然后到2996 这个最大值最小值我们点给Source 然后呢 这个Distance的所有的数字 所有的参数连给Vario 然后这时候的Target呢 它默认就是0到1的 所以刚刚好 这些所有的数值呢 出来之后的话 也就是 0到1区间的 0到1区间的一个值 这值 这值所有范围都是在0到1的 刚刚好连给它这个Graph的Map 然后它也是0到1的 所以数字就可以一模一样的一个置换出来了 这隐藏一下 这个也可以隐藏一下 那么这时候0到1的这些数值呢 我们又可以调整到它在一个区间范围内 所以了 这两个数还是要的 还有再加多这一个 因为它默认是0到1的 我要用这个ConstractDomain 直接打数字就可以了 这个拖给它 这个拖给它 OK Target呢 然后直接给它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在这个DomainStart和DomainEnd 然后输入我们想要的数字 记得刚才说过了 离它越近的 它的圆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输入的数值呢 是star应该是比较大的 168一路发 应该就差不多了 那么这个M呢 OK 让它小一点吧 OK 就是168到0.75区间 范围内就变形 你要离得越近的话 就是最近的话就168 最远的话就是 0.75的一个区间距离 OK 这时候呢 我们就找到了它所有的半径 但所有半径不行啊 我们要求 需要求到它的一个法限值 如果你现在 你现在直接用这个圆来画的话 会出现这种问题 和我们前面说过的一样 直接点了给它 你拖给它就 全部都是一样的 可以不一样啊 拖给它的话 半径是不一样的 产生变化了 但是呢 你会发现这个圆的一个状态 全部都是竖起来的 它并没有根据法限去走 所以此处呢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 求这个平面的法限 和我们前面说过的一样 这块面我们需要 所以这块面我们先传导过来 给它块面 OK 传导过来这块面身上 这块面我们拉过来 这个点 这个位置 我们在surface这里了 找到surface crosses point 还有这个 Evaluate surface UV point给这个UV point surface给它 surface给它 point给它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求到 这些法限的面 FEMA就是法限 不是 FEMA就是所在平面上的一个面 Normal就是法限面 这个U deletion 就是U方向的一个矢量 然后V方向的一个矢量 point就所在的点的位置 OK 我们要的就是这个FEMA 我们直接把FEMA连成 连给这个圆的band 直接连给它 OK 这时候呢 大家看一下 它就可以产生一种渐变的FU了 而这种FU呢 我们就可以实时去调整它 到达到这样的一种感觉 它可以通过函数去控制它的一个位置 还有大小 大家看得到吧 函数控制它的一个位置 还有大小 最大值最小值呢 我们还是可以控制了这大 大的变化 是小的一个变化 OK 那么这个也是这样 最小值最大值 我们可以通过调整去控制它的一个数值 来找到一个平衡点 OK 注意一定要重建 不然的话这一点分布就不会均匀了 这个rebuilt service的主要作用就是让它的点进行均匀化 所以这时候我们放置点的话 就会比较准 好 这个面 这个是它点隐藏一下 最后的话 这里的求解的话 对我们最后的帮助其实是很大很大的 我们最后需要干嘛呢 我们最后需要几处 H2 H2几处 几处的是圆 这里的direction就是它的一个法线方向 amplitude 这一个是负与 始量值 一个新的一个值 比如说我这个normal这个值给到verter verter这个amplitude amplitude 这一个值呢 是一个负值 负与新的一个向量值 这边呢 我们直接给它强一点吧 12.55 给它移动一个值 然后圆给它 basis给它 然后移动的距离给它 如果要双向挤出的话 前面我们也说过了 往回移动就可以了 move move 往回移动 然后motion呢 应该是给它一个负值 往回移动 这个amplitude 这个amplitude 这一个值了 给出来 拖给它 然后呢 这个值呢 要移动一半 所以要除以一个 R 和我们前面讲过的很相像 这是6.275 给它 这个值就会给这个motion 移动值 移动的是这些圆管 挤出的管 然后呢 给它motion 然后就可以 往回移 但是此处它没有往回移 那是因为 你没有给它一个负值 给它负值 再给教一下大家一个新的方法 给它的负值啊 比如说它这里往外面移啊 不是往回移 一般情况下 我们用这negative 就可以解决了负值 这个也是得到负值 看没有 得到负值 还有一个 也是可以得到负值 使用里面的 使用里面的 也是可以给到一个相反的值 对 reverse 也是可以给到相反的值 这个呢 也是可以给到相反的值 对吧 一样的 还有一种 更高明的一种方法 就是 直接给它一个新的表达式 右键这个expression expression这里呢 你直接给它输入一个负 x然后它就 这些数值就会乘以负 x它就可以往回移了 这是比较高级的 直接写 输入一个表达式 我们就可以解决 我们的问题了 这时候我们也可以 实时去调整 我们想要的一个状态 最后呢 我们来封个盖 给它cap cap host 就好像新牛的JK封盖一样 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封起来了 ok 好 把这个 看这个Q隐藏一下 基本上我们gh的部分呢 就已经做完了 注意大家需要把电池拉直一点 拉好看一点 这样子就不会乱了 然后我们可以实时调整函数 控制它数值 还有可以调整它的最大最小值 然后控制那个圆的一个位置 如果大家不想要圆的话 大家就可以直接用这个命令 转多边形也好 四边形也好 都可以实时去控制到的 好 那么我们gh的部分呢 我们就给它讲完了 最后选择它 背壳一下 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些面了 ok 把它干脆这样new 把它关闭掉 得到这些圆孔之后的话 按三个h 把这个面单独拎出来 此时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 不预算 不预算主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不要用这个不预算 不预算完了之后 还要一个个去删 比如说选择它 你不预算还要一个个去删 然后如果你用这个的话 不预算差几的话 用三个oh的话 直接选择它全选 然后直接不预算完成之后了 它就直接就可以消失走掉 就不用手动再次去删它了 我们稍等一下 因为数量比较多 好 好 那这时候了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一个效果了 目前呢 我们拉完的一个感觉了 其实这个圆呢 它是一个工程员 如果你不想它工程员的话 我们就可以返回到这个步骤 去看 比如说参数化的一个效应是什么了 在挤出圆这里了 我们就可以解决我们的一个感觉了 这个我们可以返回一下 不要切先 好 不要切先 然后先锁定先 然后呢 然后呢 rebuild rebuild curve rebuild curve 然后五接 然后八个点 他给这个就不用理它 向前就行了 给它 然后限给它 然后限给它 然后我们就换了 auto键可以拉长一点 然后拖过来 OK 再拖长一点 这个隐藏一下 这个隐藏一下 OK 直接给它 解锁 这时候呢 再back出来 好 这个隐藏一下 好 关掉它 这时候这些圆呢 它就是八点五接的 炸开给它看一下 挤出来了 也是八点五接的 非常的漂亮 OK 这时候我们再按三个H 再把它放出来 欧欧欧 把它布尔之后的感觉了 它的逼格了会高一点 倒酒失败率了会少一点 可受缘比工程员好 就是它的曲面的质量会高 这时候呢 对倒角的话 也是比较快一点点 就连布尔运算也会快很多 好 这时候的效果呢 我们就出来了 当然就可以给它进行倒角 好 它的感觉就这样子的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 打完脚的一个feel 是这样子的 是吧 非常的漂亮 有些时候显示精度不够的话 你就可以调整一下这里 在网格把它调成平滑 它这些边呢 就会变得柔顺了很多 当然这个时候需要一个时间 让它运行一下 因为孔洞呢 会比较多一点点 所以它运行的速度呢 也会稍慢 运行完之后 你会看到它边缘 特别的光顺 当然你移动的时候 也会一卡一卡 这是相对的 那么这个孔振呢 做出来就非常非常漂亮了 但是我这个孔振呢 是沿着它法线的走向去走的 圆模型呢 它是直接往里面打 往里面打的话 可能边缘上的这个孔呢 就变得不太圆了 所以往法线打 可能就是出模施工方面的 会比较麻烦 那么我们这一个呢 主要是以案例 给它进行分享 在曲面上做的一个孔振 前一个案例 我们做的是三角形 那么这个案例 我们做的是一个圆形 它们的方法呢 都是比较相像的 大家对比分析 去理解一下 那么这个案例呢 我就讲到这里了 大家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话 随时在云上的参数化交流群里面 去咨询我们的老师 那么谢谢大家了